上禮拜我們講了一些第三章的原理原則 但是第三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離散分配 那這些分配我們都還沒講 我們只講了幾萬次的定律、定律、標準差這些東西 但是離散分配本身 有哪些重要的離散分配我們沒講 所以我們這禮拜要先講離散分配 好 那就請各位先翻開到第三章的原理 第三章的原理 好 第三章的三支十九頁 請翻開三支十九頁 好 那接下來的課你必須要看課本才有辦法聽懂 螢幕上沒有東西了 所以你的螢幕關掉它有的干擾 螢幕上原則上 只要是現在講的都是從舊本裡面出來 那我會用自己網頁稍微再補充一點 但是你也不需要看它 我會寫在海上 好 第一件事情要 我們要講的離散分配是白努力生意 那應該叫我努力試驗 白努力好像是怎麼努力都不行 那這翻譯 那什麼叫做我努力試驗呢 就是我今天如果丟一個銅板 是不是有正面和反面 那這種只有兩個情況的試驗 就叫做我努力試驗 但是以這個例子而言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那什麼機率統計都是在講銅板、骰子之類的這些 好像跟現實生活沒有關係 但是我努力試驗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舉個例子 很多東西我們會有所謂的成功或失敗 什麼叫成功或失敗呢 例如說 像我們上次舉的例子 那個牙痛問題 醫生找到了你的蛀牙就算成功 對不對 醫生沒找到你的蛀牙就算失敗 所以這種只有成功和失敗 或者是只有兩種的那種試驗 就叫做我努力試驗 那你會想說 那有很多種的試驗怎麼辦 有很多種的試驗其實只是國努力試驗的特例 可以理解我這樣說的意思嗎 為什麼有很多種的可能性的試驗 是國努力試驗的特例 現在我們 國努力試驗通常 只有兩種 我們可以選擇正反 或者是成功 失敗 那正反就同反正面反面 成功或失敗 但是問題是 假如今天我有三種可能性 那我有辦法用國努力試驗來描述它嗎 可以 可以 為什麼 假設你有三種 C1 C負 C3 這三種可能性 或者我用mabc表示你可以 那假如有三種可能性 我就說 我用 我用 C1 C負 我用來 這樣子還可以一直延伸 那我就先把它切成兩個集合 第一個集合就是C1 第二個集合就是C2加C3 的集合 這樣了解 那我就可以說 落入C1的呢 就屬於成功類 那落入C2C3的就屬於失敗類 那這樣是做了一次國努力試驗 那接下來呢 我再把這個再集成兩半 那落入C2的呢 就是屬於第二階段的成功類 那落入C3的就是屬於第二階段的失敗類 那你就可以這樣一直 一直扔下去 其實是把國努力試驗變成 變成 一直簽一直簽下去 但是這種狀況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直接就有一個 有分三類的試驗 或分四類的試驗 但是它最後的工資其實都還是從國努力試驗來 所以這個是幾何家族 應該說離散分配最根源最根源的 一個概念就是國努力試驗 那通常這種試驗呢 會有一個機率對不對 那這機率是怎麼描述的 通常我們會描述的是 如果今天成功的機率是P 那請問失敗的機率是多少 P-P-P-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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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它是時數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通常不用p 這時候如果是1-p我們會怎麼寫它 那課本都會用q 就是這樣 當你在課本裡面看到 有公式裡面有q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只b-p 所以請注意這一點 公式裡面有q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只b-p 只是給它一個比較短的名字 那為什麼要給它一個比較短的名字 因為你每次寫一減p 就會很長 那個公式會寫得很長很長 所以為了不要寫那麼長 所以寫不q 這是有關於柏努力試驗的一個 經常的寫法 接下來這裡我們就可以看了 柏努力試驗既然用正反 或者是用成功或失敗 但是我們學電腦的 我們習慣用0-p表示 對不對 那剛好寫法 通常1的話我們代表成功 0的話代表失敗才對 通常是這樣 那1的話代表成功 0的話代表失敗 所以這個p其實就是p of e 對不對 對 那這個q其實就是p of 0 沒錯 那p of 什麼等於1啊 這是p of s這個隨機變數等於1 這是p of s這個隨機變數等於0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是一連串的試驗主辦 一連串的試驗我就不是用單一個x表示 一連串的試驗是這樣 N次試驗對不對 總共有N次的試驗 那這N次的試驗裡面 1的有幾次0的有幾次 那換成成功失敗的講法就是說 總共到底成功了幾次吧 那失敗了幾次 OK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 演真下去會變成 二項分配 再演真下去呢 就負二項分配 然後呢 幾何分配 超幾何分配 然後負瓦收分配 全部都是從這裡 導出來 那待會兒我們會講 什麼叫做 二項分配 負二項分配 幾何分配 超幾何分配 負瓦收分配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看的分配 好 那一連串的柏魯力試驗 其中呢 來請翻到 三支十九頁的下面 定義3.4.1的幾何分配 好 好 那你看幾個分配 他說 三支十九頁的上面 這些試驗 他現在也是一連串的試驗 在S1 S2 S3 意思叫做S2呢 一連串的試驗之間是獨立的 也就是說 你第一次成功 並不影響第二次成功 那第二 前幾次的成功 也不影響後幾次的成功 那這個就叫做獨立 那這種獨立的情況之下呢 隨機變數S代表第一次成功 所需要的實驗次數 那什麼叫做第一次成功 所需要的實驗次數呢 就是 我們的試驗可能是這樣 第一次就成功了 好 那就 第一次成功 就 所需要的實驗次數 就是1 對不對 這個情況就是1 那如果是 第二次才成功 也就是說第一次失敗 然後第二次成功 對不對 那我 之後我不這樣寫 我寫成或失成這樣 有點不好寫 因為 所以我這裡呢 我直接就寫1 那這邊就寫01 OK 失敗就是0 成功就是1 那第三次呢 就是001 OK 第四次呢 才成功 就是001 那這樣應該可以類推 那DK次才成功呢 就是00 然後總共呢 K減1個0 之後出現一個1 就是DK次才成功 OK嗎 那請問第一次就成功的機率有多少 第一次就成功的機率 以這個 反而標準 第一次就成功嘛 第一次就成功 所以第一次就成功的機率就是D 對不對 那第二次才成功的機率呢 第二次成功 代表第一次一定是失敗 第二次成功 所以是1-1 等於P 對不對 也就是QP 那 或 等於QP 好 因為我們剛剛講 Q就是1-1 這是 一般來講 我們在機率裡面用到Q 這個符號 常見的 一個情況 那第三次才成功 代表前面是在亞洲 所以 它永遠也只想 1-1 直接 比 平方 讓 OK 那 非常 現在是財神工的就是 A-1-B A-1-B 那這每一個情況 我們都這樣列下來 這個分配就叫做 起合分配 我們如果用一個固定的公式來寫它 固定的公式來寫它 就是說 我們在課本裡面 所有的設計變數 我們通常都用S來定義 那S就是現在S呢 我們要講說 它第幾次才成功 所以S就是第幾次成功的意思 那這第幾次成功 就有0、1、2 那一直到無窮大 因為S可能是0、1、2 一直到無窮大 為什麼?因為我有可能一直試 都是不成功啊 試到幾萬次之後才成功 那至於到底會有多長 會看你的機率有多大 如果你的機率是0.999999 或0.000001 那你就可能很久才會成功 對 所以呢 這個FS到底是多少 根據我們剛剛的公式 其實這個K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S 那這個K是我們所說的S 所以我們的公式就是 D1- με1-1 OK 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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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能夠 你第2次成功的時候才就是2 那一直到第N次才成功的時候 它就是分 那這樣這一個隨機變數 就成為幾何分配 OK嗎 那這個幾何分配應該是很容易懂 那這裡就有個問題 那如果我要算 如果我要算的是第一次成功加第二次成功加上 一直加加到DK次成功的機率總和 那應該是多少 我要算這個機率總和應該是多少呢 然後第一次成功加第二次成功加到DK次成功的機率總和應該是這樣 我的第一次成功是P 第二次是QP 這是P乘以1分之1 那P乘以1分之1 P乘以Q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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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裡寫錯了,應該是減B 所以呢,這一個式子 各位才記得嗎?高中數學以外 他的答案應該是多少 從這裡寫看應該會比較清楚 這個式子高中數學有吧 一個序列對不對 然後我們每次呢,乘以一個比例 然後呢,總和 那我們會寫1-Q分枝 1-Q的天使檔 應該是這樣,看一下 那所以這一個就是P P 一定 對嗎?我現在 Fighting 對嗎?有印象嗎?沒有 那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呢,來,我們看一下 前面有公寨 請分到三隻五頁 三隻七頁 三隻七頁 K等於一大分 R呢 通常是指比例公平 所以R通常不會讓它等於一 但是等於1的話,主相會是0,所以會不會平 那除了1以外,應該這個公式都沒用 所以如果把R改成Q,然後A改成B,不就是這個公式嗎? 對吧?R改成Q,然後A改成B,就是這個公式嗎? 沒錯 沒錯吧 那如果K呢,趨近無限大,那這個公式應該怎樣? 如果K趨近無限大 那這個P乘以1-Q,分之1-Q等K48 因為K趨近無限大,這個Q是小1的 因為Q是個機率,所以它一定小1 那這個Q如果小1的話呢 這個小1的無限大四方一定是0 小1的無限大四方一定是0 最後這個就變成B,這趨近於 趨近於1-Q分之1 所以就變成1-Q分之1 所以就變成Q0-Q分之1 OK 好,這樣應該 OK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其實這個可以證明 怎麼證明呢? 來,各位看這兩個式子 這一個為什麼會等於它? 為什麼它會等於它? 我們可以倒過來看 倒過來看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 這個公式成立呢? 你把這個東西乘過來 你就知道為什麼會成立 我把這個東西乘過來會怎樣呢? 好,剪一下 剪一下 剪掉 剪掉 剪掉Q OK 是不是這樣? 如果把這個東西乘過來 就變成一次這個 再剪掉Q乘以 一次這個 對不對? 好 那一次這個 再剪掉Q乘以 一次這個 那這兩個合起來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算成這個是 1加Q 我再把它排一次 其實我沒有做算數 也沒有做什麼證明 但是呢 我把它排的地方 根據Q的滋效排整齊 就變成 剪掉 Q 這個是不怕它 加上 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既然這樣呢 小掉 小掉 所以最後剪掉什麼? 1-Q A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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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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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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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不會正經什麼 老師 你那個等不是從哪邊延伸過 最上面那裡 最上面不是更什麼 從哪邊延伸過 那個喔 這個就只是在證明那個動詞而已 證明 證明 三支七的一個 對 三支七 要證明三支七的這個公式而已 結合相組 證明三支七的這個公式只是 R 變成 Q 然後 K 變成 B P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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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老實實的寫一次 這是我們想要證明的嘛 那我想要證明這個呢 我可以把這個當過來的 所以就變成我想證明的 變成過來的 你做啥?我只要證明這個 證明這個事實嗎? 我如果證明了這個事實 你就證明了這個事實嗎? 因為證明又是交叉相成的 好 那我要證明這個事實 我就把這個拆開啦 拆開啊 為什麼?因為這個事實 上面的這個事實就等於呢 這個 1加 q加 這部分是什麼? 這部分是1乘以他的結果嗎? 對不對 1乘以他的結果不是這個嗎? 那 q乘以他的結果呢 再列一次嘛 因為這裡是減 減掉嘛 減掉 q 減掉 q乘以這個東西 怎麼樣 沒錯吧 我現在在想要證明的 這個事實可以顯成這個事實沒錯啊 那這個事實可以顯成這個事實 你這個事實到底有什麼玄機 玄機就是他成立的q嘛 所以他其實 其實他就是把他移位了 移位了 意思就是說我 我現在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q 加q 0 加 加上q的 這個 再加上q的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兩個就是 這個 q乘以這個 就是 一變成q 變成q 那 但是呢 因為這樣子成了 結果 這一向就是這一向消 這一向就是這一向消 最後就只成了 一加 1-q的這次方 所以這個成立的 所以最後呢 有 Further 1-q的 可以知道嗎 那就了 好 可以 可以 再試試看 男嘉 男嘉 各位一間一間 有沒有人聽不懂 董事長那個消是提出來的還是 對嗎? 相檢 相檢 這有第三次 Q的元光 你選Q 可是你那個Q的成功 那個減負Q Q的成功 有啊!已經成了進去 這個才會進去 這個才會進去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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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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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